今天以前我去上課的時候 我在路上遇到一個阿嬤 然後阿嬤跟我說 小心喔 今天有紅胎 然後我就不知道什麼意思 我說好 謝謝 上課的時候我就問老師 老師今天我遇到一個阿嬤 然後她跟我說她紅胎 然後是什麼意思 然後老師就想到了說 哇 你有報警嗎 後來我才知道那個阿嬤說的是 是 喔 颱風啦 颱風啦 颱風咬來的意思 颱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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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就是 老師因為我在說那個 阿嬤被殺了的意思 對 我覺得我的台語啊 只要是跟我程度差不多的人 就會聽得懂 就像我相信你也聽得懂我的台語 對不對 我應該聽得懂喔 所以我從小呢 就是對於台語 我有自己的一個理解的能力這樣子 確定那是能力嗎 對 反正就是 只有你少數人會知道的超能力 對 但是至少大家聽得很歡樂嘛 然後就是我後來就是 出道的時候 剛開始我記得有記者就問我說 欸 你會台語嗎 我說喔 對啊 讚 然後他就說那你 你從小就是有記得的 什麼樣的歌 或者是什麼記憶 我就說 我知道我有一首歌 我非常非常喜歡 然後這首歌呢 就叫做 然後我就一直講 然後大家永遠都不知道我在講什麼 我說我跟你講 非常有名的一首歌 為什麼沒有人知道 我跟所有人講都不知道 後來他就說 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講哪一首歌 我活了這麼久 我才知道原來這首歌 不是叫 那是叫 不是啊 叫做 對啊 所以我就是一直都活在謊言中啊 不是你自己在騙自己 那個是什麼樣的歌名 告訴我 我在你自己的世界 對啊 台語用在歌真的有一個很特別的感覺 我其實很喜歡那種感覺 然後以前想要用一些台語在 我饒舌直接創作 而且你有沒有發現用台語唱其實比較順 對啊 很有態度我覺得 對 所以我就想要去學習 就是因為台灣人都是從小學習 不太知道這麼教人啊 我發現 所以我就說好 我去買一個一本課本來學台語 那第一張呢就叫做 然後就有一個句型 你可以練習 所以就是然後你就回答就是說 然後哪裡 我大地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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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但其實那個台語的那個拼音 跟我們學的國語拼音 所以晚一點我在練習就 就是其他的國家嘛 有台北有台灣 那就是 所以我在廚房 我在做菜 就是要背好這個句型說 我大地加拿大 我大地比國 我大地黑角 然後我室友就是 蛤 你到底在喊什麼東西 為什麼你要一字喊 有關於神之戲的東西啊 蛤 神之戲 對 因為其實英文有點像嘛 我跟你講這個 這個美國啊 我大地比 B是B-Cock B-C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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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說得快 就有點像 法國也是 它的拼音是H-A-U-T 從來沒有看過這個拼音 Hot-Cock No 好 Hot-C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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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德國 D-Cock 就是反正就有這個東西嘛 就很奇怪 問那個 還是你自己滿腦子想到那邊去 沒有 沒有 沒有人教我們 你去問一個台灣人 他們也沒有辦法 教你這個台語拼音怎麼唸嘛 反正就比較好笑的是 比較靠近那個時候 武鳳嘛 就是土耳其 台灣女婿嘛 他以前過那個台灣 那個十年在台灣的周年嘛 然後他找我說 他想要玩一些不一樣的 我們要搞一首歌 然後到最後我們在想這個副歌怎麼弄 我剛好就學這個東西可以做一個 就是問號回答說 欸 你住在哪裡 我住在台灣 欸 然後就那種效果其實滿不錯 現在就是不管是台灣人啊 或是外國人 我們在台灣的話 這種這首歌的效果滿好 所以台語真的很好 你就把這個生殖器這首歌送給吳鳳 沒有 因為我們沒有說 什麼 我們是住在台灣 所以不會誤會 對 聽一下滿嗨的 好 欸 I don't ever be alone Taiwan is my home Yeah 滿可愛的 對啊 對啊 而且他說創作了三天三夜 只有一句歌詞 對啊 沒有 我們就給你看副歌嘛 洗腦嘛 你突破盲腸耶 對啊 對啊 就這樣一句不是 真的耶 因為以後那個拼音真的太難學 沒有學下去 結果學第一張的 那你們有沒有為了親近台灣人 去費心學台語嗎 因為其實有時候到菜市場怎麼講 台語真的比較親近 對 拉近距離這樣 有沒有沒想到你不小心講了什麼 卻讓對方超火大 其實我也有這種的經驗啊 因為就是基本上我們學到不同語言 我們就是會把單字可能是稍微拆開 或是等一下這個意思 像我之前就是學了一句那個 烤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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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烤腰 不是 不是不是不是 那就是因為我就知道這個 這個不是肚子餓的意思嗎 不不 這烤腰很難解釋 烤腰 哭腰吧 烤腰吧 你為什麼要在那邊無病呻吟 哀哀叫 對啊 所以我 但是我那時候我問一個朋友 他就是跟我這樣子講 就是有點像肚子餓的那一種感覺啊 就是意思是不是就是那種 那個什麼 就是 挖腰 那種感覺這樣 請你不要問 不懂的 是嗎 你還是活在你的世界就好 對 好不好 還是你要不要幫阿龍 把其他的歌詞填出來 填完 然後也是大概才二十秒 對 旁邊有白白你可以作曲好不好 不是 我那時候一直以為 就是這個意思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又一次我去我朋友家 那我想說那個 想要拉筋 就是開始練習一下我所有的台語 雖然那時候台語沒有很多 然後就是 就是 就是練習這些台語 我之前學了這些東西 然後還記得 靠腰這個字 我要想辦法用 然後我就看到他的小孩在那邊 就一直在哭 一直在哭 一直在哭 我想說 搞不好這個小孩也很餓 然後我就說 你的小孩一直在這邊靠腰啊 也通啦 也通啦 他朋友 我朋友超不爽 杜立在台灣十幾年 到底是怎麼活過 那我小朋友在那邊靠腰肌也通啦 也是啦 意思還是 他很負面 但是我一直想說 小朋友 小朋友一直在哭 搞不好他也很餓啊 就說他一直在靠腰啊 我有一次好幾年前去看 謝金燕的演唱會 然後那時候他就唱了 一雞棒 然後那時候 因為他在那邊就是在舞台上啊 然後就是 唱到那句 就是 對 然後就是很跳舞的很性感的那樣子 然後因為那樣子 大家都是在叫他女生啊 然後就是在那樣子跳舞 都很熱情 所以我就學起來了 因為就配唱那些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個很 就是讚美女生這個意思吧 然後後來就是有一次跟 跟老婆去跟他的朋友啊 他的姐妹去下午茶 然後他就是有問我說 那你覺得這個 這個女生朋友是怎麼樣啊 那我就是說 他就 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這兩位怎麼還沒有橫屍在台北市 我也覺得很奇怪 怎麼會這樣咧 每天在講話得罪人 而且在他老婆面前還說 你的朋友有什麼意思 因為不知道啊 不知道意思啊 因為那時候就是覺得是一個讚美 因為就是好像就是一曲 比較長可以形容 比較完整的那種形容 是讚 等一下 有什麼意思 其實也是讚美 但只是說因為你老婆在問他 他的朋友你就不可能 就是 腰很細 有什麼意思 有什麼意思 有手這件事有什麼好稱讚 你告訴我 對 所以我想說到底什麼意思啊 右手就是腰 豎 豎起來 那個手就是他豎起來 腰豎 腰豎很細 內褲就是 胸部已經脹起來 泡起來了 內褲這個很好記 因為他很接近內褲 對不對 對 卡蹭點摳摳就你愛了 很容易被啊 卡蹭點摳摳就你愛的啊 屁股就是很結實 很有彈性 對 但他是形容女生很好 但你不會在你的老婆前面 講別的女生講這麼直白 對 我其實我對於就是講台語這件事情 我是非常有誠意的 像我之前在電台的時候啊 就是我要訪問五百嘛 那你知道他就是那種感覺 就冷冷的 那我就想說我要展現誠意 所以他一來的時候 我就一直跟他落台語 我就叫他 五百兄 然後他就是想什麼是五百兄這樣 那我說就是沒關係 你只要是跟我就是繼續這樣對談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OK 我現在來像比如說念他的歌 我就說我要用台語來念 然後像有一首歌 歌名句叫做 然後我就全程就是台語 我就是想說用台語來念他的歌詞 你知道他我念到一半之後 他就整個人很冷靜地看著我說 請問你們這邊飛碟就是 二十五樓的窗戶是有開的嗎 他想把你推下去是不是 沒有 他自己想要跳下去 把五百大哥逼到這種程度啦 那一首歌應該是 我是這樣講沒錯啊 妳再說一次 妳剛剛說是 對啊 差別沒有太大啦 差別還好 你聽得懂我在講什麼對不對 我應該跟你發音是一樣的 他聽他一定聽得懂耶 因為兩位坐一起好了 你告訴我 哈囉 大家好 喜歡我們的節目嗎 按下鈴鐺 訂閱我們的二分之一牆YouTube頻道 最新影片隨你看 精彩內容不露街